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今天跟大家聊个题外话 因为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人 特别是女孩子 年轻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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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很喜欢木马人 也开始买木马人 那有一个问题了 对吧 唐大叔以前提过 这个木马人 不管你是什么级别 卢比肯顶配 随便你怎么样 他是没有到后影像这些东西 滴滴滴都没有的 木马人是非常简单的 从内饰的或者配置的角度 当然电子东西越多 你出去越野的时候 正来正去容易坏 坏的时候可能一系列的会影响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当然最主要吉普 就是这样子一个血统 75年了他就是这么做的 问题来了 大家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车改装之后 车会变得很大 到后影像没有的话 有些人比较担心 说解决方案之前 唐大叔跟大家说一个小的tips 一个小的贴士 大家注意到木马人后面肯定是有轮子的 对吧 像我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小sport 可能看的不是那个 如果是你夹高37寸35寸 轮子就很明显 大家知道从车体来讲 轮子这部分是车子最后面 最外面的一个部分 所以大家在退车的时候 倒车的时候 可以用轮子 用它来做参照物去退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再来木马人这个方方的 所以这个角度什么 如果你了解自己车的宽度之后 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看 当然现在跟大家说另外一个好办法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有点什么不一样 没错了 这是个导航对吧 普通的木马人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sport 这是客户的train的二手车 但是当时同学就加了 我看了一下 这个应该是一个叫iGo iGo的这么一个系统 感觉上有点像咱们海淘来的 当然当然说在加拿大 这个是可能有很像是海淘来的一个东西 但我也知道在同样 奥派也有出 还有其他也有出 跟大家讲讲 现在这是一个两个功能一起的 而且我自己刚刚开了一拳 感觉挺好用的 第一 当然最关心的到后影像的问题 大家看到这个倒后影像 就装在了两个轮 就是后面那个轮子 它正中间的一个位置 可以看这个导航非常的有用 对吧 一挂到空档就会显示出来 另外平时就是有导航功能的 所以在镜子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具体来讲 因为这个是软顶板 这台车 所以后面看起来不是特别清楚 但我感觉不是很影响这个视线 视野还是看得清楚的 但有了这个时候非常的有用 所以如果说大家 接下来唐大叔也会 淘一个类似的 我会做深入的研究 但是这个就给大家看一看 如果装了这样的系统之后 当然我刚刚提的另外奥派那种 它有另外一种 就是整个把这里换了 因为我们网上大家知道如果是选一些高级别一点 可以选6.4寸触屏的带导航的那一套 导航是刚美的战略合作的和克莱斯的这个品牌 大家都知道北美汤汤 刚美这两个品牌挺多的 可以把这块整个换掉 但是奥派的那种就是把它整个换掉 变成infotainment system 什么CD出屏其他游戏 什么安卓和iPhone可以去用的那种 车载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弄 改成那种 然后就可以用导航在这里显示 但是这一种我觉得也非常好 非常小 非常简单 非常好用 所以今天跟大家 也是一个经常问到的问题 今天正好有实物可以跟大家讲讲 大概有两类 一类就相对简单点放在这种后视镜上 另外一类可以把整个那一块系统换掉 就其他的功能 当然用上去更漂亮 当然价位也更高了 所以这两种解决方案 为那些 当然我觉得去越野的时候也有用这个东西 对吧 你往后面的东西看不到的 在越野的时候有这个东西也挺有帮助的 所以日常的使用 越野的时候用 还有一些当然心爱的基辅 比较心疼的那种 就想要一个这样系统的 有两套解决方案跟大家分享 当然了 如果还没订阅唐大叔频道 记得赶快订阅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如果觉得有用 鼓励大家跟朋友分享 因为这方面的信息 有时候大家还是其他地方看不到 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村 或者在西海岸这边 加拿大这边 需要喜欢吉普 喜欢聊吉普买吉普 都可以找唐大叔 广告的词还是这么多了 好的 今天非常高兴 又跟大家聊聊 这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因为唐大叔最近 这个车型介绍做的少 没有特别令我兴奋的东西 那大改款都放在下半年了 所以中间 可能跟大家聊一些 这些东西 对吧 或者其他唐大叔感兴趣的东西 都会跟大家聊 那当然了 回答大家问题的环节 还会继续做的 所以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我倒后影像好爽嘛 哈哈 nice 感谢观看